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两位选手这身材呢是有15公分的差距 那当然也显示了今天张明呢会占据这高峰的优势 像这种呢进攻扣杀球 都会呢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落点的位置呢都会来得比较刁钻 那是当然就说在女单方面 那么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线拉开 目的呢拉掉主要目的呢还是要把对方的位置能够调动开 所以呢作为女单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呢 要考验的有几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她的这个跑动能力 如果你的这个跑动能力比较差的话 那么很容易就会被对方在这个拉掉的过程当中寻找了这一个漏洞 另外一个对自己的考验就是你的基本技术的掌握 如果你这些拉掉的这个基本就掌握不好 当然你就很难把对方的位置调动开 再一个呢就是你要自己要有一点这个特长 比如说像你要有一些突击 那么另外一次往前 那么你是否能够能够有一定的控制权 所以呢作为这个女单选手呢在比赛当中 那么首先要要要让自己呢能够在场上呢 把这个速度一些跑动的一些速度要能够调动起来 当然张玲呢就是一位技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 所以她能够坚持就是说 你才能够坚持这么高的一个地位的话 就是因为自己拥有这个技术全面的 再加上她这个身材也比较高 而且她的灵活性再加上她跑动 所以各方面这些因素加带起 使她能够在这个女单能够可以说是一个长青素 对 而且呢张玲的确实呢她表现是非常稳定 就很少会推出呢像一些就是名将级选手呢 他们就突然之间表现失准这种情况 在张玲的身上是过去呢 我一直好像都没有发现过 对 所以呢 今天呢许爱文对上张玲呢 相信呢不会出现了像昨天呢 对上皮红叶呢这一种的情况 什么情况要爆冷 对 你说说了没有看到张玲失常吧 对 没错 确实那么许爱文是比较能跑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张玲的球呢打得还是比较开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技术 你拥有一个好的基本技术所带来的好处 那么你能让对方跑得多 让他对方也消耗得多 再一个呢如果对方在跑道上也会出现就是比较大的一些空档 轻松 那么张玲在开局到现在可以说是也控制到场上的这个局势 大高球 那么还是拉对方的后场 好球 刚才我们也看到徐华文在镇守区的这一个批对角 那感谢呢李永波 中国队的总教练 另外一位教练就是唐学华 那么是女单的主教练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就中国 基本上给人家知道就中国的球员 那其实他们也是来自不同的省份 那像张玲是来自辽宁省 那许怀文是来自贵州 那其实像这些省份来说呢 他们打法会不会有自己个别一些的特色 我想打法不是以省份来决定 是按个人的一些个性的 或者从小一些个人的一些指导思想来决定 因为你像不管你是说广东好或者辽宁好 江苏好还是什么 那么他都有不同的打法 对 他都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他并不是说我广东一定是什么打法 或者江苏一定是什么打法 就比较会跑或不法为主 对对对 只要看你还是个人的一些条件 你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讲了一些 个子矮小的人 当然他就是说跑动的比较多 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是他的优势 对对 身高比较高的 可能他的进攻能力比较强 对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所以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些自身条件来决定他要 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陷阱 好球 所以我们还是看到 就是说双方在跑动的 那么张林的步伐可以说是比较整齐 因为他本身就说身材比较高的 所以呢 利用他自身的这些优势吧 步伐上面 那么让人家感觉就是比较整齐 别那么凌乱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徐怀文呢 他就是他跑动 他有这个跑动 但是就是相对来说 他比较凌乱一点 所以这样来说呢 就会给自己带来就是说 跑动上的一些负担 6比2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 不管是女单还是女双 那么因为速度方面呢 明显的叫比男的要来的慢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就是尤其像女单 像我们刚才在介绍的 就是怎样去看他一些步伐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他们在球路上的一些组合 因为有时候像昨天看一些男双 基本上你就是 尤其像那个平车平打 特别快的情况下 基本上你根本就看不到 就是说他到底在做什么 当然我们就是说 像在女单方面 现在时间方面 因为就比较充足一点 尤其看他们在场上一些移动 打完球以后的一些站位 像刚才这个 像徐怀文错了一个好球 人的跟进 这些都是可以就是说 带有一些主导视像去看 然后呢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业余爱好者 那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呢 来可以自己将来在打球的时候呢 也可以采用一些 那在昨天呢 我们曾经介绍说呢 在世界锦票赛之前呢 是三届里头呢 女双的项目呢 那中国队呢 只是只是让其他国家 是要走了三届的冠军 那其实女单也是一样 在之前是三届呢 也是有三届的赛事呢 让分别 印尼拿走了两届 那另外呢 丹麦也拿走了一届的冠军 那印尼的 两届的冠军呢 当中一位呢 就是黄年香 那另一位呢 就是在 八十年代初呢 就是 所以从过去的一些战绩来看 中国的女选手 女运动员 在羽毛球 不管是单打 双打方面 还可以 应该是说 是属于这个 佼佼者 没错 可惜了 张宁这个球的正手区的 杀直线 那么出界 所以很明显 到目前为止呢 那么 徐怀文 在场上呢 就是说 应该还是 发挥的 比较正常 当然因为 面对的这个对手呢 确实是太强大 我们看到张宁 虽然这次徐怀文 他的两次进攻 但是对张宁呢 都没有 构成很大的威胁 相反因为自己 回球的质量不好 被张宁那么 及时的一个反派 推推脚 可以说是 这个落点是非常的好 我过去 我刚刚再数了一下 那 是不是知道 在过去呢 中国女单选手呢 哪一位选手 他在这个世界锦标赛 拿的这个冠军最多 女单 应该是李林卫吧 还爱萍 还爱萍比的还多 对 三届 那林卫是两届 那两届的很多 那叶招颖也是两届 那请这次看看 这个张宁能不能长 没错 其实现在像这一次 世界锦标赛 那么张宁其实面对 最大的这个抢手 就应该是谢信芳 因为也曾经呢 在今年输过给谢信芳 所以他们可以说 就是把世界锦标赛 这样一种情形的话 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比赛 没错 如果他们在平常在 如果在训练中 一直看谁能够 就胜了比较多的话 那么可能在心理上 就在有点优势 好球 那么在我们交谈过程中 刚才徐开文 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往前 那么以自己的一个反拍 和对角 再看一下 这个球呢 出手还是相当干脆 那其实在这一届 世界锦标赛里头呢 建方女带里头呢 还有像荷兰前一年 神说张海利 不过之前呢 已经是在 这个前几轮的赛事呢 输了给二号种子的谢信芳 在这个十六进八的比赛里头呢 就已经在三盘的比赛呢 被谢信芳淘汰出去 谢信芳可以说是 在中国女单 年轻在里面呢 目前是算比较好 而且个子又高高 所以他跑路的面积可能就小一点 面积应该是一件 就他跑路他所用的可能比较少一点 那别人可能要一步半 他可能他一步就到了 没错 当然这个个子高就必须 要在尤其像下手的球 像截掉杀的话 可能就要 让自己就是会比较辛苦 那么张宁这几个球呢 虽然是在进攻 但是呢 就是没把对方的位置拉开 所以这个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张宁刚才连续了几个 但是为什么效果不好 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对方的位置打开 所以对方呢 就是接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那看见了 毕竟是女单的赛事 女孩子的赛事 所以看见了 球数最快的一球 也只是呢 大概178公里 这个时序 那就是傻学的话叫200多公里 没错 那谁倒是能在女双 女双的话 那应该是200多 对 很可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张宁在回球的时候呢 因为对方应该是没有给他造成威胁 也许他自己对这个球的要求 太高了一点 刷发还是通过这个来拉掉 哇呢 看见了许爱文的确呢 是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也是通过他一双的快退 那刚才呢 这一板的鸭子 反而是构成 张宁在这一板挑球呢 是打出了界外 好球 很可惜 刚才许爱文在往前用了一个停顿的动作 那么让张宁在接这个球的时候呢 是花了一点这个功夫 很可惜自己在这么好的机会情况下 把球呢是打出 打出了界 那现在比分是9比6 张宁 这位世界冠军 还是保有三分的领先优势 比赛继续 张宁的发球 往前错了 还是相当不错 不过那许爱文的这个挑球 还算过关 刚才想要推一个对角 以后场呢 这个球还是没有过往 今天其实以双方场上的表现呢 我觉得许爱文是显得非常的积极 对 但我相信他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就是面对这个张宁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对手 所以呢 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那么反观的张宁呢 就在场上呢 就说消极了 就是说还是没有热起来 像他以前的一些 尤其像在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那么跟这个张海利的情况下 那个场上有点 近平 所以就应该像现在许爱文一样 就比较兴奋 相信很多时候呢 对手呢会对某一些指定的对手 他们那种感觉上是不一样 就是因为对手越强的话 他那种 激发他的斗志越强 有时候可能就觉得对对手比较弱的话 可能那个状态还不容易出来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对手差跟弱呢 就是说不能产生麻痹 状态不出来 当然觉得可能出来得晚一点 那么尽量就是让这个好的状态 能够早一点出现 那听见这个许爱文也是蛮有趣 哎呀 也是 那为什么不接呢 是吧 对 就是说这个球你接的话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你看见张宁第一局 已经是来到局点 哇不错 张宁在增口区这个阶调呢 那么今天出现了很多 就是虽然球是接过去 但是质量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是说高个子的选手呢 在这个接杀调的时候呢 为什么就是说比较困难 就是因为他重心比较高 嗯 所以他也是比较长 所以比较难 下去 所以作为许爱文 今天如果你要想 要打得更好 让你跑得更多 就是你要 首先要了解对方 然后自己要采用什么方式 来攻打对方的弱点 确实 那么从这个镜头画面看到 这个许爱文一方面就场上 非常的积极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打完球以后了 那么他的下一排的这个准备的意识 还是相当快 他稍微 或者说没有缺少这个连贯的话 相信 他 看一见了在投顶区这些掉球 还是没有过的情况下呢 他最终的第一局的赛事呢 还是让未免冠军人嘛 说好种子张明 胜利的以11比7 用了19分钟的时间呢 取胜第一局的赛事 我们先休息会 在这个场上呢 这个能力又增加 所以在一个在对方的增加 一个是自己的这个能力下降 所以就从这个实力呢 就明显地就体现出了 刚才也是通过一个网金的调球之后呢 那令许怀文一个被动的回放 那刚才张明也是跟进一个菩萨 这球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是运气球 再一次夺回了八球圈 许怀文1比5 两排到后场 所以张明的球打得还得非常开 好球 许怀文刚才争手区 这样一个停顿 让张明呢 就是在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放完 然后也在往后退 然后再往前 所以变成他在这个启动 跟那个地步上来增加了难度 今天两场的女单的半决赛 都是高个子 大 矮个子 对 就是高矮大 没错 那在商会 另一场的女单 半决赛赛时呢 那将会是有二号总子呢 身高是一米八的 谢信邦呢 是队上的身高 一米五八 就台湾的选手 台北的选手 这郑少 郑少杰 没错 那么向现阶段 那么张明呢 出现了几个失误 那么让一下子呢 就让这个徐怀文 把这个比分呢 就追上了五比五 所以呢 徐怀文这位选手 虽然在第二局 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那么还是经过自己的 完全的拼搏 跑动 那么 把这个比分 是追成了平局 目前是五比四 还差一分 才能到平局 直接 所以有时候 尤其向双方相持 或者跑动 一下打不死的情况下 一定要有点耐心 如果你没有耐心的时候呢 那球家 反而就能出现一些失误 好 那现在呢 看见许怀文 反而在第二局的比赛呢 取得分数上的反超前 来到六比五 领先一分 对 又是出现了后场 一个判断失误 我很多时候呢 像矮个子的球员 就在后场方面 这漏洞会来的比较多 因为可能觉得距离比较长嘛 对 高个子就往前的球会比较辛苦 那是 球太低了 老师好像那么深 来会玩腰是吧 没错 六比六 张宁继续发球 所以反拍呢 就得还是有点辛苦 想过度往前 再一次突现了输 好球 超级的平衡高球 压了这个 都没有办法 不知道是用头顶打 还是用反拍打 所以干脆放下来看看 但是最好是出界是吧 看看风会不会有点帮助 所以说呢 看见了一个平衡 还是反而构成了张宁一个失误 好球 好球 守方还是拉掉 很明显我们看到张宁的一些习惯性的球路 当然可能不是说他习惯 就是说今天所采用的一些打法 主要还是把这个调动这个徐怀文 当然这个后场方 主要还是压这个徐怀文一些反拍 尤其像这个头顶 当然今天我们就说了徐怀文 他确实还是靠自己完全的这个跑步 那么 抵抗 那么给张宁好像带来一定的 是一个 对比 哇 其实像这种画面的 今天已经出现了多次 再来看一下 这个高空 落地之后呢 球距离出界呢 还是有大概呢 两个球 这个 两三个球这个距离 他自己拖得很痛 哈哈 我擦 哈哈 那今天 看见呢 张宁也是呢 运用的对付的矮个子 这种策略 就经常性的压制了 对方的后场区 尤其是徐怀文的头顶位置 而现在8比7 两个长球之后呢 放一个短球 所以现在判断上面 张宁要来的比7 要好得多 没错 好 分数 稍稍拉开了 来到9比7 好球 看见的徐怀文也是呢 针对高个子的打法 就通过一些的吊球 尤其像张宁在这个 针手区的阶调 那么今天 可以说一方面 就是说 出来的球呢 缺少一些变化 想来这一个假动 这很可惜 不准失误 骗是骗过了 把对方骗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的球呢 没有过了 对 连自己也骗 来 自己骗自己 中手区 连续 多版的阶调 还是表现得非常的 积极 张宁 对他也是 同样的 想要通过 压制了对方的后场 很可惜呢 这一季的吊球呢 还是调出了界外 哇 他看见张宁 今天出现了18个 非压力下的失误 比许爱文9个呢 还要多出了9个 多了一倍 对 多了一倍 还赢了 对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今天 控制的一方 就是张宁 对 就是说 他自己现在瘦 还是比较多 对 所以比赛的状态 还没有完全 就进入他最好的 一个状态 都会拔球圈 9比9 出界了 看不然确实 要比喜欢文雅来得好 因为这个球 还没有落地 就听到 他的这个声音了 就说明他已经知道 这个球 应该是出界了 如果这时候 风如果吹进来 他走到那边 感受有风的话 就用第二时间的击球 好球 出界了 然后终于看见了 这一场的 刘亦丹 准决赛 那未免冠军的赛事 在首号 走走中国的张宁 还是以直落 两局的比赛 是淘汰了 前中国选手 目前代表 德国的许怀文 而胜利的 再一次 打进到 世界羽毛球 锦票赛 女单的决赛 那看见 今天是 主要两局 11比7 跟11比9 一共只用了 31分钟的时间 就把对手的 许怀文 给淘汰出局 那么 确实 那么今天 许怀文的表现 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 只是 面对强大的 这个 对手 像张宁 那么 也只能 就是 觉得惋惜 但是今天张宁 我觉得 场上的表现 基本上还算 满意 只是有些 今天有些 失误 都比较多 再一个呢 就是说 他在场上的一些 速度呢 还可以说 就是说 还可以再挤得 更快点 当然可能他 对他自己 他可能也 有一些安排 这场上的一些 体力 一些支配 速度的一些安排 那么 作为张宁是一个老球员的话 一批优秀运动员 他当然 明白自己 怎样合理去安排 只是 只是徐怀文 今天 可能 觉得有点惋惜吧 那么 主要就是说 有些几个判断方面 自己一些 判断成了一些失误 所以造成了 一些丢分 这些 我觉得总的来说 发挥还是相当不错 虽然自己 我们看到这些 就是说镜头 就比如说 摔败的 很明显 感觉到